Hello 大家好 我是Peter 歡迎大家回到Steam Summer Sales 2016的最後一天 Steam Sales快結束了 快結束了 即是什麼時候結束呢 就是明天 即是明晚的香港時間凌晨1點就結束了 即是7月4日的10點 太平洋時間 來到這個快結束了 天亮了 你見到快結束了 能夠在這個FundPage 找到值得買的東西是越來越少的 我又要說一些我有經驗的東西 我唯有在我已經買了的東西 找一些值得推介給大家的 再說一說 所以今天是游覽我買了什麼東西 現在正式開始 首先就是Brothers A Tale of Two Sons 我不知道這遊戲對大家來說是不是很陌生 可能有些人已經玩過 但是呢 我看開Total Griscus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 它是誇張了 它是TOP GAME OF 2013 And probably of all time OK 即是他覺得是他這輩子人玩過最好的遊戲 但是我覺得不是 Total Griscus 即是所有的評論員都有一個風格 即是有些人說我 你哪是值得買攻略啊 你是你自己喜歡所以就值得買攻略而已 是不是 我其實做這個節目想跟大家說的是我怎樣看這遊戲 然後對比它的價格 性價比高的東西呢 那我就說它是值得買或者是值得買 OK 本質在做什麼呢 就是評論那遊戲好不好玩 而那遊戲好不好玩 有很大程度呢 是取決於我覺得它好不好玩 即是這遊戲值不值買呢 是由我的口說出來呢 是有極高的主觀成份的 這個是必定的 必然會發生的事來的 即是好像Total Griscus那樣說 它也是主觀的 即是我覺得它這個意見是不太恰當 是很誇大 OK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喜歡遊戲機制上面創新 而且玩到令人非常之深刻的一個人來的 它就不是很喜歡那些 只看故事那些 它覺得Walking Dead 拿了幾十個Game of the Year 根本就是垃圾 是的 但是 Brothers A Tale of Two Sons 在這個遊戲機制上面很有創新 那就是 Best Game of All Time 就是對它來說 OK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主觀的其實 那這遊戲究竟有什麼創新呢 就是它一定要用手掣才玩到 這個不是創新的地方 冷靜點 還沒說完 它一定要用手掣才可以玩到 而它有兩個角色呢 而你是要用一顆蘑菇去控制一個角色的 即是你用兩顆蘑菇 和兩個的Left Trigger 和Right Trigger 兩個Trigger 還有控制兩個角色去行動 整件事是很有趣的 即是你沒有想過人的兩隻手呢 是捉住了這個操控器之後呢 竟然是可以這樣用的 是的 即是這遊戲出現之前是沒有人這樣想過的 所以整個原創性是爆分的OK 接著它就說了一個OK妻美的故事 即是我覺得是OK的 即是寫故事的技巧是有很多 OK 你只是 你有時候不是看故事的 你有時候看通人家寫故事的技巧你就知道 有很多東西其實只不過是一些寫作技巧的堆砌 就不是很值得很誇大的 其實 即是因為寫作是可以學習 是可以練習的 即是你練習完那種寫作的技巧 你堆砌出來 你的故事呢 無論是 多麼短多麼長 你都可以OK妻美的 那就不是一個很值得炎耀的東西來的 那Brothers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是OK妻美的故事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而且還很短 即是你看到我遊玩時間 2.7個小時 就並不是因為2.7個小時之後我已經放棄 是2.7個小時呢 是已經玩完有凸的了 OK 即是這遊戲是非常非常短的 你坐著一下就已經可以玩完的了 那他給你最深刻的是什麼 就是他那種遊戲機制 對啦 很深刻的啦 那現在值不值得買 當然值得啦 10元都不用 減90% 你真的跌都跌了 你真的 9.9個 是非常值得買 兩個半小時 是非常創新 非常新奇的 從來都沒有人想過的 一個遊戲體驗 OK 跟著呢 第二隻要講的遊戲呢 就是HER STORY HER STORY 一樣啦 跟BROTH OF TALES OF TWO SONS一樣啦 是全場啦 即是你想著爆機 而不是要解全成就的話呢 是4個小時之內 什麼都搞定的了 OK 4個小時之內 什麼都搞定的了 那它是一隻什麼遊戲來的呢 它是一隻叫做FMV的遊戲 什麼叫FMV的遊戲呢 其實是一種已經死了很久的遊戲類型來的了 即是有些叫RTS 有些叫FPS 那一隻叫FMV的 那其實是一種死了很久的遊戲類型 就是用FRP的嘛 那任天堂就用卡帶啦 那後來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有人發明了CD這件東西出來 那發明了CD之後呢 你想想一張FRP和一張卡帶可以裝到多少東西 一張卡帶最多就是裝2MB的東西啦 比一下你 那一隻CD 是剛剛出的時候已經是400MB 嘩 然後有些人就做遊戲的人發覺 咦 我多位都沒有東西裝喔 那我可以做些什麼遊戲呢 我可以用這個新的媒體去裝載一些什麼新類型的遊戲體驗呢 於是呢 你就會看到呢 那個時候 那個時代呢 是有很多的遊戲呢 是過場的時候是有真人動畫 例如什麼呢 命令與征服啊 Command and Conquer 就會有這個真人版的過場動畫 即是它不用簡單的過場動畫 覺得太差了 那要用真人 因為除了你可以很充分地洩滿了這個碟子之外呢 你還令到人 令到人覺得有一種貴氣 即是有一種真人演繹 而不是你畫一些東西出來 而更難能可貴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這遊戲呢 如果你不洩滿這隻碟子呢 你很容易被人翻版了 OK 即是你洩滿這隻碟 他 他 人家搭的時候 所需要的麻煩就多了 是吧 那 那就比較難些導彈 是吧 即是其實 都是一種保安程序來的 原來 而 然後呢 除了有些真人的過場動畫之外呢 還有些整個遊戲都是真人獨拍攝的 OK 那就是 那你就是 有個人 有條片 播完 然後你就選 按A 他就去A那條片 按B 他就去B那條片 很多人呢 在YouTube的時候呢 是玩回這件事的了 即是在YouTube玩過這件事的了 那但是不常講啦 那這一種 全場都是真人拍的遊戲呢 那叫做FMV Game 而HER STORY呢 就是這一種FMV Game 其中一種 其中一隻的復活品 那他很久沒見過了 即是 他還要找回90年代 玩回90年代那種風格 大家都看到都 真是 很懷念 很懷舊 那這遊戲其實是玩什麼的呢 其實你是一個 去了警局去查一件 一單 兇殺案 應該不知道 謀殺還是誤殺 其實應該是誤殺的 的案 那為什麼要查呢 我不說了 那你是誰呢 那你要做什麼呢 就是找回那個前因後果出來 因為呢 警署那個 90年代的 File Hard Disk 是爛了 所以你要 用一個 Search Keywork的方式 把整件案的 Timeline 重組出來 那你自己明白就可以了 因為警署已經 closed了File 你整個Database 給他都沒用 你自己明白就可以了 而你要玩到自己明白的地步呢 其實四個小時什麼都玩完了 OK 但是你要找到全部的Database 可能就要更加長的時間 應該要看攻略才行 那其實這個故事是很有趣的 就是你重重重重反應 按出來 而最後那個 大白的真相呢 也是OK 令人震驚的 那現在多少錢呢 就是24元 有一個演員 在那裏講了幾個小時 一個專業的演員 講了幾個小時 其實48元本身都值 24元 真是好貴死值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都最後一天了 那跟著呢 就是要介紹就是Anti Chamber Anti Chamber 是一隻第一身的解謎遊戲來的 那 解謎遊戲這個世界很多 例如熱門的有The Witness The Witness 就是見證人 那這遊戲其實有什麼特別呢 它的特別之處就是在於 它不合理的 解謎遊戲不合理 它是不合理的 你玩這遊戲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很多場上不同的提示 你要根據那些提示 猜一下這個puzzle是怎樣解釋 而有些puzzle呢 是沒有解釋的 puzzle是沒有解釋的嗎 有的 是有的 還有呢 你看這些提示呢 是不一定 就是你用正常的 一個常人的常理 就是make sense的頭腦 去看那些 去看那些提示 你是不知道 你是不會知道怎樣做的 你要玩這遊戲的時候 把你所有認識的東西 所有先入為主的概念 丟掉它 OK 首先你要明白這遊戲 是不是用常理可以理解得到的 然後你就可以慢慢享受這個遊戲 不是 你要快速通關很容易 就只會找YouTube到處裡搜尋 搜尋 regeneration 快速通關那片 十多分鐘就被 installed 但你自己 你想走 踏幾天 一整個星期就還沒走完 因為你不知道哪個地方想要到哪一個星期 而有這些puzzle是解釋不了後 你可以卡轉很久的 可以看攻略的 十幾分鐘已經玩完了 不知道十幾分鐘還是半個小時 很快 人家只是走那條必定要去的路 就已經過關了 快又可以 慢又可以 你喜歡慢慢地享受不同的puzzle 即是 明白終於哪些是解不了 即是很想打爆螢幕的時候 是OK的 又可以 你喜歡快亦可以 隨你喜歡 這個遊戲是很有趣的 接著就是Legend of Grimrock Grimrock 好難讀啊 我的英文太差了 我只是玩過第一集 因為它出了兩集 我第二集買了都沒玩 我只是說第一集 第一集真的很便宜 20元也不用 80% off 這個遊戲是 極度好評 壓倒性好評 大家可以看到的 其實是玩什麼呢 又是一種很古舊的 RPG的復活 復活之後就 做到3D 以前是平面的 現在做到3D 你是在玩一隻 回合制的遊戲 當然你看上去不是很像回合制 但你玩的時候你就知道 其實是在回合制的 因為你每走一格其實都是一個回合 來的 這隻遊戲呢 主要的故事就是 你是一班囚犯 你在這個 Grimrock 監獄的頂那裡 那你就走下去監獄 監獄的那個山洞裡面 即是地下城 Volume 一開始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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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山腳爬爬爬爬爬 yani 這個故事主要就是這樣 玩呢 又有什麼好玩呢 就是你用第一身的視覺 走這個方格的地下城 遭遇到不同的怪物 你可以用一些很古舊的RPG方式去對付 即是要自己畫符文去放魔法 跟著那個軟弓角色 弄完飛鏢自己收拾 是很有趣的 尤其是你會找到很多隱藏的按鈕 開隱藏的通道去做到不同的東西 當然你可以看攻略 看攻略快很多 但是你怎樣去準備自己去應付 在一個狹窄的corridor裡面 看到一些BOSS類的怪物 怎樣在一個狹窄的房間裡面 對付一大堆怪物 走來走去終於都贏得到 用第一身的視角玩其實是很有趣的 這種遊戲以前在紅白機那個年代很受歡迎 當然現在沒有 不是在紅白機或者Dose那個年代很受歡迎 現在做到3D是漂亮了 但是那個idea是不需要變太多 因為本來的主要是好的 希望大家又可以關注一下 看看Gameplay 相信都適合很多喜歡玩RPG的人 雖然他的故事不是很多 即我剛才的一句已經總結了 那跟著就是 基本上所有的Steam Sales的評論員 每年去到Steam Sales的時候 都一定會拿這隻出來說 這隻也是經典之中的永恆的經典 這個 Vampire The Masquerade Birdlines 其實你看到它有一個 subtitle 就知道這遊戲的系列是之前還有一隻的 但是那隻就沒有那麼經典 這隻經典很多 OK 這隻呢 這隻呢 一隻呢 2004年的時候呢 就是有一隻很革新的動作的RPG來的 那時候呢 就 大家暫時還在停留著 在 2002年 2003年的時候 Level Winter Lights 是那時候最好的RPG 當然它也是名誰千古 那隻 但是 始終都是用著 博德之門那種回合制的D&D方式 就沒有去到一種3D的 一種3D的 即時 即時RPG遊戲 那時候呢 在這個 在這個年代來說呢 這隻遊戲呢 是 遊戲系統已經很革新的了 加上呢 它的設定是挺吸引的 即是你是一個吸血鬼 你就是 你就是 你這個吸血鬼 即是你作為一個吸血鬼呢 就並不是 一件什麼特別的事 只不過呢 你好像Skyrim裡面的Dragonborn那樣 是有異能而已 OK 你是有異能而已 你不是一件很特別的產物 這個世界有很多吸血鬼的 其實 那你就 要 去跟很多不同的吸血鬼 合作也好 戰鬥也好 你可以選擇 你喜歡的幫派 你可以決定故事的路向 就是RPG應該是有這些的啦 加上呢 它那個 城市的氛圍呢 做得挺好 當然 現在你看回呢 那個氛圍就不太好 即是 它的光影啊 什麼街道啊 全部都做得不太好 以現在的標準來說 但以前的標準來說 是已經OK的了 但這個不是重點來的 就是城市街道那些呢 除非你是玩 下水道啦 如果不是呢 你城市街道呢 基本上都是挺悶的 但是 最有趣的地方呢 是你做任務的地方 基本上呢 開頭啦 即是開頭的一個主線任務啦 那帶你去一個 一間廢棄了的鬧鬼酒店呢 這個世界有虛血鬼 那真的有鬼 是 不太出奇而已 這間鬧鬼的酒店呢 你已經覺得 你很難找到一隻遊戲呢 那個 關卡的設計呢 是比 那間酒店好 基本上你找不到 即是它 無論是關卡的 所需要做的戰鬥也好 所需要做的探索也好 所需要做的解謎也好 它最後告訴你 那個故事的結局也好 你是意想不到的那種安排 很多人都 玩完這一關 就已經 覺得這遊戲不生難忘 那當然 你現在玩的話 就需要裝很多的MOD 首先這遊戲是4比3的 起碼要裝個MOD 做個16比9先 大佬 不是玩不到 接著呢 要裝很多的材質MOD 令到這些材質 起碼是入到眼 而不是一塊一塊不知什麼 接著你要裝很多優化的MOD 令到這遊戲 可以在現在的CPU上面 走回正常的Frame Rate 有很多需要做的 但是這遊戲是非常值得買 大家都見到 遊戲是Activision 所以 無論它怎樣減 它都是貴的了 但是呢 我已經沒見過它是入 Humbo Bundle之外 因為太舊了 你送都沒有人要 但是你買又很貴 其實這件事就是這麼吊詭 但是呢 你問任何一個 就是Steam Sales的評論呢 它都跟你說這遊戲是值得買的 是啊 雖然它不是很便宜 但是你 它不會再便宜了 它只有這麼便宜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試一下 那接著要說呢 就是Race Land 2 那它就轉了Director Cut 那本來就不是的 那也都沒有加到什麼DLC 不過Director Cut 是Director's Cut 是放了上Xbox One和PS4而已 主要就是這樣 所以它改了我的名字 根本就沒有什麼分別 那其實呢 這遊戲是什麼呢 其實都是 跟Divinity Original Scene一樣 是同一年出的 也都是跟Divinity Original Scene一樣呢 是由Kickstart Kick出來的 即是大家說什麼 Kickstart是眾籌啊 是 即是 一人買一隻遊戲的價錢 去投給他 他就做一隻遊戲出來 發神經啦 你知道多少人Kickstart的時候 投Wasteland和Divinity 一個人投幾萬元美金嗎 不是這些大老闆 他們弄得出遊戲嗎 你那些 杯水居新的 大哥 你給一隻遊戲的價錢給他 是吧 其實 弄得出這些遊戲 你要多謝那些 無名無姓的大老闆 其實 我們這些買一隻遊戲的人 其實真的可以走到一邊 對這些遊戲的出產 是毫無幫助的 可以說 他們只不過是 順手貢獻貢獻少少的錢而已 那Kickstart呢 Kick出來呢 但是他的評價呢 是比Divinity差很多 因為他呢 是著重復刻 復刻啊 復刻啊 一隻很舊的遊戲 而不是去做一些新的出來 Divinity呢 他已經做了很多年的Action RPG 他想假裝Diablo 假裝很多年了 他就裝不到 他就做回合制的遊戲出來 搞搞那些遊戲機制 咦 大家喜歡 成功 但是這隻遊戲呢 是有一隻很 是有一隻很成功的遊戲 他那班人 你見到Raceland呢 整個設定呢 你見到像什麼呢 就是像4O 不是他像4O 是根本 做這隻遊戲那班人 之後去做4O OK 根本就是Raceland1之後 就去了4O1 4O2 啊 然後 然後 4O就沒有了 然後呢 4O3是另外的人做的 OK 這隻才是 世界末日 核戰之後的RPG的始祖啊 他是想復刻回這個東西 當然啦 那時候 是用著 比起紅白機更加不堪的畫面 來做啦 那隻遊戲是多久啊 肯定我是未出生的 OK 是好多年前的啦 就是 你買這隻遊戲的時候 他會送回那隻遊戲給你 但是你根本是 不會按開來玩的 因為是太難玩了 你完全不知道這遊戲是做什麼的 啊 這隻遊戲呢 就將整件事是現代化回 啊 用回很多不同的圖像去表示 他的Gameplay是怎樣 而不是用這些文字 或者是 一劈的像素去表達 OK 那就終於啦 令到這隻遊戲呢 即這個 遊戲的玩法呢 起死回生 但是講到尾 他都只不過是一隻很普通的CRPG 其實跟 原本的4O1呢 的分別呢 是不大的 啊 當然他是 比起4O1改進很多啦 那你現在玩回呢 其實那個原創性是沒有什麼的 因為他主要是在復刻一些東西嘛 所以那個評價呢 都是差的 都是咯 就是你選擇和Divinity original scene一起出 即是 風頭就被人蓋過了 其實這隻遊戲呢 即是另外的時日出呢 其實都是 很受人關注的 你如果不是一隻好的遊戲 怎麼會有人 Kickstart的時候 給幾萬元美金去Kick啊 即是發神經嗎 這個遊戲是很好玩的 其實都 即是你玩下去是沒有Divinity那麼搞鬼 但是也是很好玩 但是他差在什麼呢 就是他沒有Divinity那麼搞鬼之餘 但是他的故事呢 又不是很好 即是他的故事也是沒有什麼的 那大家玩些什麼呢 就是玩些什麼呢 就是玩一些什麼呢 就是玩一種CRPG 玩一種CRPG的感覺出來 大家就是追尋那種感覺而已 你以為還有什麼呀 沒有的啦 大家就是追尋玩CRPG那種 行路 即是每個回合 怎樣安排人走 怎樣升級你的角色 才可以去到很厲害 怎樣在每個回合之間做一個決策 而令到你可以完成這個關卡 而是用某種目標完成這個關卡 其實是有他的難度 有他的挑戰 是很好玩的 但是不夠Divinity 我專門才好玩 但是都很推薦大家 都推薦大家來看一看 就是不要說買 因為都成百元 那以上就是 應該是我Steam裡面所有的 遊戲可以找得出幾隻呢 比較冷滿的 那我推薦給大家 那跟著還有其他東西 那跟著來有幾隻遊戲 是我一直 即是Steam sales那麼久 我就已經放在這裡那麼久了 一直都沒有跟大家說到 因為經常都不夠時間說 那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天了 那我就去盡它了 OK 去到盡 講究它半個小時 那這就是Kingdom of Armora Reckoning 相信大家都應該有 聽過這個名字吧 OK 那這遊戲呢 剛剛是EA呢 將所有的遊戲 收回到Origin 買之前出的 那所以這遊戲呢 還在Steam看到 連同所有的DLC 這遊戲呢 其實呢 來頭不小的 因為它的Creative Director呢 亦都是 上古卷族 即是The Elder Scroll 第3集和第4集的Creative Director 即是那個Creative Director呢 過了檔 來了這裡做 來了EA做 那就做了這個遊戲 所以你玩到進去的時候呢 即是它剛剛在Skyrim出之後 出的嘛 你玩的時候呢 你會見到一大堆Skyrim 有一大堆上古卷族的影子 即是你的角色又是 潛衡 近戰 或者做法師 OK 但是它呢 將潛衡近戰做法師呢 即是你 上古卷族呢 很流行呢 即是你只可以做一樣的 你 你 因為你做得越多 你就越廢的嘛 你各樣都不厲害的嘛 但這遊戲就不是 它將三種職業的混合呢 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就是呢 你越溝得多你就越厲害 OK 那麼去到最後呢 就可以做一個三溝 勁到無倫的人的 即是 三溝勁到無倫的人 真的很瘋的 但是呢 就 有個 直成的今天是一個缺點的 就是它 它的故事 即是 不要說缺點 我還沒說優點 大哥 先說一下優點 優點就是什麼呢 故事OK 戰鬥OK 畫面OK 因為它那個風格呢 畫面要求不太高 因為它卡通風格嘛 畫面又OK 其實那個配音 和那些怪物的設計 或者場景的設計 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都很漂亮的 但是 這遊戲是 出了什麼問題 是令到別人錯了它呢 第一 它出的時候呢 Skyrim的熱潮未過 而你又太像Skyrim 其實都是出來找死的 OK Skyrim出了三個月 就是那時候 三個月哪會玩得完啊 Skyrim 而且這遊戲還要好像Skyrim 加上宣傳亦不足 就是 EA沒有放到重頭的投資 所以整個遊戲呢 那個知名度不高 其次呢 就是玩完的人 都批評 例如我也是批評 這遊戲這個問題 就是它太簡單了 你那個主角呢 最後三拳呢 拳到勁到無論呢 根本上你打什麼都是秒殺的 大哥 打Boss 都不會扣血的 那 不是喔 終於是禁到最難的了 已經 禁到最難的了 已經 都是打Boss 都是打你不動 是Boss打你不動 不是你打Boss不動 是你是快速斬了Boss 你三拳勁到無論 就是你又做戰士 又做法師 又做... 又做斥猴 是吧 三拳勁到無論 根本 沒有東西夠你打的 容易玩到 飛起 沒有挑戰性 你只不過是不斷狂禁 攻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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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攻擊 發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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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術發術 然後你就贏了 整個戰鬥呢 是很沒有挑戰性 又被人批評 但是呢 暫時來說呢 它現在是極度好評的 如果你只要無視了它 比較簡單 太容易玩這一方面 其實它也是一隻很好的好遊戲 希望大家可以 進來看看 因為這遊戲出了這麼多年 還要40元 連DLC 50多元 又的確 是貴了少它 我記得我在Origin買的 Origin當年的價錢 應該是比較低一點 大家可能呢 不如趁Origin 減價的時候呢 可以去Origin看一看 可能更加便宜 當然你不喜歡玩 你不喜歡用Origin 不喜歡裝這個東西 簡直就另當別論 講完又下一個遊戲 那接著要講的是 Trial of Light 每一年Ubisoft都會推出一些 一些輕鬆一點的遊戲 遊戲 即是不是 整天都是Tom Kenzie 每一刻都不是Tom Kenzie 接著就是Watch Dogs 接著就不是刺客信條 這些 它真的拼得太多 它就偶爾做一些 輕一點的小作品 那這隻呢 就是 Ubisoft Wanchiao 做的一隻小遊戲 有幾小呢 其實你大概 都是玩 十一二個小時 就會玩完 即是如果你快的話 可能八九個小時 就玩完的了 但是其實它是RPG來的 那 你也聽到 它是一隻RPG 那以這個長度來講 真的非常之短 極短 OK 你基本上 覺得呢 整個角色的發展 那條Curve 就這樣去到最盡 然後就尾聲 哇你真是 蛤? 這麼快就完蛋了 所以這隻遊戲 也沒有提供過 什麼 什麼 買武器 什麼什麼 那些沒有的 那你那個 角色的技能呢 是 隨著你 升呢 它就自己會去的了 那你撿到的呢 就只不過是寶石 寶石呢 就是傷害你把武器 在那裡 去加強你把你 你把武器的能力 那你一路去的時候 你一路撿到一些 勁點的寶石 寶石又合成 又什麼又拆 又成 諸如此類 總之就你 有某程度上 可以 Customize你的 幾個角色 但是呢 就不會很多 那這隻遊戲呢 雖然你看到它是2D 平面的風格 但是它完全是沒有 platforming的成分 就是它完全不用跳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角色 是可以自由自在地 飛的 那比較有趣的呢 其實呢 唯一呢 就是它的風格 就是它的手繪畫風 還有它那個ost 即背景音樂 還有它那個 比較有趣的故事背景 那整隻遊戲呢 就是這三樣東西 是優點而已 戰鬥那裡 我都不說了 戰鬥那裡是有些少生意 但是不會是優點 絕對不會是優點 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些 比較輕一點的遊戲 這個遊戲 即進來看看 我就是 PS3買的 因為你PS3買的時候呢 你一次呢 就可以買了PS4 和PS Vita 即是給一個價錢就夠了 那當然是抵過Steam很多了 對不對 這個遊戲呢 暫時做了29.5 那你可能玩回 八九個小時來講 都算抵的 即是 你聽一聽ost都抵的 其實 很平原性抵 即不是我吹的 其實你真的很平原性抵 OK 還有最重要是手繪風格 希望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那今天呢 最後一天的Steam Summer Sales 那今天呢 是來到尾聲的了 大哥 來到尾聲但是不要走著 不要走著 那呢 接下來下一條影片呢 就是呢 我講了那麼久 那有些遊戲 我是Steam未有的 那或者是我之前 玩了但是未買 就是那句 大家自己想好它 那用一個玩 玩了未買的方式 是玩過的 那我就可能呢 之後那條影片呢 那我就買回 其實呢 為什麼我是講Steam Game 但是我自己只有這麼少的遊戲呢 就是很多人都批評我 你說Steam Game 你只有這麼少的遊戲 是說真的 我是推我朋友落坑 不是我推 不是我過朋友落坑 是我班朋友落坑 然後他們是比我很多 為什麼我會這麼少的遊戲呢 首先 我不是對很多遊戲有興趣的 其次 我不是很有錢 OK 第三 我不是只有Steam 大哥 我那班朋友 很多遊戲比我很多 是 對 他們很多是沒有Xbox 沒有PS4 沒有Xbox 沒有PlayStation 也都很少會有Origin Uplay GOG 那些 一大抽不同的東西 是吧 但是我有了大哥 就是Xbox那個開銷都不小的 大哥 PS4開銷都不小的 其實我是已經擁有很多遊戲的了 但是 我不是每一個平台都會擁有同一隻遊戲的嘛 對不對 而有更多的遊戲呢 我是玩了是沒有買的 因為這些遊戲是不值得買的 不需要買 OK 那再有一些更加沒有興趣的東西呢 你根本就不用自己 自己玩過 你根本看別人玩你就知道 是浪費時間啦 就好像那隻新的 Resident Evil Umbedal Corps 那樣 難道你真的玩嗎 大哥 你下載了時間啦 神經病 那隻遊戲是 真的送錢給我 我都不會去試 是吧 很多遊戲是這樣 都是最後那句 大家 儲遊戲 不玩 是沒有問題的 好事來的 但是設計消費過量 每次Steam Sales都是 但是今次Steam Sales好一點 因為今次Steam Sales 減得比較少 可以買的東西也不多 是諷刺來的 那希望大家的荷包就 真的 不要太受傷了 OK 那接下來就是 另一條片是 我有幾隻遊戲想買的 那跟大家說 為什麼我最後做這個決定 最後還是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遊戲影片的時候再見 有些人叫我拍恐怖遊戲影片 恐怖遊戲影片 是不是很容易拿到view呢 是的 但是為什麼我不拍呢 因為我不怕 完全都不怕 有什麼好拍 不是我真的不怕的 你不相信我真的拍一條給你看一下 OK 我們有緣再見 多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拜拜 拜拜